剛剛完成了第一個步 就是準備素材之後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怎麼做這個矩形方向的動畫 那我在這邊呢 我們先剛剛這個地圖進來了 應該再另外一個齁 我剛剛把它重新叫進來齁 它這個JPG 你就按著它丟到這裡來 有沒有 你用這種方式直接丟到這邊的話 你開一個新的合成 就會怎麼樣 跟這個圖檔一樣大 當然你做我直接開一個新的再把它大小 射成跟我這個圖片一樣行不行也可以 但是這樣比較方便嘛 所以打開這樣是不是就有一張大的 跟它一樣的 那預設因為我們是照片 所以它還是預設30秒鐘 可是它的尺寸有沒有就跟我的 這張圖檔是一樣大的 你用這個方式呢 我們就先準備好一個新的合成了對不對 再來我就把剛剛的地圖檔案已經加進來齁 圖框把它加進來 我們這個圖框在這裡 外框我也加進來 加進來 那你可以在這個時候呢 就把它變成3D圖層 也可以 那或者是你要等到後面的時候 再來變3D圖層也OK 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等一下呢 這個裡面會有攝影機嘛 那待會就是要麻煩各位啦 你的世界旅遊路線要自己規劃一下齁 比如說以我這個來講齁 如果我想要從這邊 我們完成的動畫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是長這樣 你看它一個方框拉進來 對不對拉進來 但是一拉進來之後 箭頭並不是馬上開始的齁 它就是從這邊 然後接著呢 方框就開始移動移動 對不對 所以這邊就在找路線了嘛 那我們這邊也是一樣 所以你自己可以先思考一下 你要從哪裡走到哪裡 你自己思考看看 看你要怎麼走 等一下呢 我們就是針對這個部分 來把它做成動畫 你可以做位移以外 也可以做縮棒 當然你要旋轉我也不反對 那這個是基本的功能 所以我這邊我就直接先做了齁 假設我一開始放在正中間 放在正中間 我就從南美洲開始好了 我們這個 這邊 南美洲開始 所以我把我的位置 P打開 我要加上什麼 縮棒的話 我就順便再把Scale 你就按住Shift加上S就好了 Shift加上S 這樣兩個都出來了 所以我就來把我的 這兩個打開 好打開之後呢 你就看 你要做的 好我移到這邊來 那我稍微縮小一點點 好差不多這樣子 那我就繼續往後退囉 這裡我稍微再後退一點 兩秒鐘 兩秒半 三秒左右了齁 好到這邊 那我就讓他 好到上面來到 北美洲 縮棒我就不做了齁 我就讓他繼續做 這樣下去就好了 那我這個 繞到這邊是哪裡 這邊我不知道 哈哈 好再往繼續繞 到 這個 蘇聯 以前 以前的蘇聯 現在的俄羅斯 齁 再繼續往這邊走 走到這邊 當然你要再往北一點也可以 好最後呢 我們就再把他繞下來 繞下來 有經過台灣了 最後看你要不要回來齁 好 我就再回到這邊 所以我的大概的路徑 說 這樣 就跟著走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啦齁 所以這個路線你可以自己選擇 原則上其實你如果只單純做到這樣 那你用飛去做也沒什麼好 可是 等一下呢 我們把攝影機帶進來 你就會發現 真的有不一樣 來 還給各位囉